平安直籃總冠軍賽 高雄全家海神 三戰紅掃台中太陽 登上歷史性元年的冠軍寶座 Game One投進三分準決殺 第二戰轟了三十八分 率領球隊率先聽牌的葫蘆帽 扎實的攻守 獲選總冠軍賽最有加持球員 從CBA反台的龍毛 以及過去幾年SBO打拼 換了不同球隊的阿雅 內心都有滿滿的感觸 然後也有帶過可能可以拿冠軍的球隊 那我覺得最大不同是 我覺得我們這批球員 真的非常非常團結 被海神攻破主場的太陽 虎色看著對手慶祝 只能展望明年再努力 從球隊的管理基層 到聯盟的會長前姐 都喊話會好好吸收 寶貴第一個賽季的養分 從一開始的成軍的第一個球員 一直到後面的補強 所有的表現 我認為非常的驕傲 我下個禮拜可能還要繼續 補強我的本土的陣容 比方這樣四節裡面到底要多少人次 這個我們是一定會做修正的 亞外第三類球員是我們的 應該是我們的一個特色 是不是會持續 還是要把它堆位到洋將這個部分 都是我們接下來要去討論的 P的聯盟裡面是我們都比較認識的球員 黃金世代球員都在裡面 可是實際上新的黃金世代 絕對會是在我們這個聯盟所產生的 灑下紙花代表著榮耀喜悅之後 從聯盟球隊到球員 都要共同努力思考 如何提升競爭力和精彩度 進而撕掉外界許多標籤與批評 未來還有許多考驗等著他們 來圖台山超火化軍綜合報導 我可以看到 謝謝大家 我們來看